兩名加拿大學者 發表的最新研究報告顯示 說加拿大餐飲業 在挑選員工的時候 針對族裔 園居地 還有外貿等等的條件 存在著偏見 工人維權組織還有學者都表示 說職場上的歧視情況很常見 應該做出改變 請看我們的報導 是從他的膚色 是從他的背景 他從哪兒來的 然後就給他先定位 就是說那樣的 研究報告指出 餐飲行業存在不少隱性歧視問題 包括女性較容易貨聘 但薪水卻比男性低 雇主針對樣貌及外形要求 也比招聘廣告上的條件更重要 另一方面 研究也發現少數族裔 相對擁有較少的就業機會 特別是在應徵前台工作時 有色人種通常會被安排到 無需與客人接觸的廚房位置 同時工時不固定 薪水也偏低 為此工人維權組織代表劉備熙 更分享了一名超流利英語的華裔 在職場的遭遇 換了個新老闆以後 那個人就把他 一個管理員就把他挑到後台去了 本來他是在一個 在一個酒店的那個 那個前桌的 有時候他們就是覺得 華人好像很奇怪 那種 就是不善交際 不是那人交往 多倫多大學學者 則從多年的研究中 了解到雇主因族裔 而做出篩選時的心態 劉備熙認為 加拿大政府可參考美國在公共行業 制定保護少數族裔的招聘政策 以此樹立榜樣 可以有一定的 就是保留一定的比例 或者一定的 留給就是大家多元化的這些位置上邊 學者指出 政府應該定期追蹤少數族裔的就業情況 確保可以更深入了解職場歧視的問題 並制定相關措施應對 而劉備熙也認為應該從教育著手 包括通過媒體報導 幫助公眾了解刻板印象 給勞動市場造成的傷害 就算了解 就算了解職場歧視的問題